好久沒見 祝各位別來無養 今天是2023年10月3日 來到這個香港樓市及經濟展望之我見 又如何部署的中集 這個系列的上集很久之前出了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條影片的影片 description 還有都會放在留言區 至於這個中集先跟大家說一說大綱 說明這個系列叫做 我見 誰是我呢? 其實我就是有兩個身份 第一個是Thomas 作為一個普通人類 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 第二個身份當然就是塔羅和尖聲師 所以也解釋了這個系列 以及來到這個中集 就會有以下這兩部份 第一就是我作為普通香港市民 Thomas這個人類 對這個現實會有什麼評論 有什麼益測呢? 第二就是作為這個術師 原學家 也會同時作出一些什麼的批示 去針對這個香港樓市經濟 還有這個系列顧名思義 我就是會針對香港 這個我土生土長的家園 但如果你問 我想看一些世界的正經時事 那些大小發展 那怎麼辦呢? 例如你已經移民去英國 台灣 澳洲 其實這些東西 我在Patreon 那裡出了一個系列 還有不是出了 是出了 出了 就是have been出營 這個2024預言的系列 現在都接近有20篇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將會超過20篇 所以很多Patreon的會員 都經常跟我反映 哇 你這個系列很長 有些怕追不及 因為資訊非常豐富 說話 我這個Patreon 在去年2022年尾 就開啟 好像是冬至那天 反映非常熱烈 目前都有超過400個會員 如果你是會員 有排的算命隊就知道 就是我由4月開始 開那條算命隊 給Patreon會員獨家去排 排到現在10年 排了半年都未排完 你說是不是瘋了 Patreon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裏面出的內容 會非常集團 因為它有Hashtag的功能 還有這個平台的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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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系列全部都是文字 方便大家會一目了然 還有這個系列 雖然叫做2024 但是其實它不單止說到2024 例如我之前有幾篇 已經是 即是說明是 它會去到 即是它那些 的 語言 會應驗到2026 OK 甚至可以告訴大家 我之後 在這個2024語言系列 裡面出的 語言 有些甚至是可以說到 即是它是一個 世界潮流 宇宙潮流 大小所取 甚至是可以 公開到 譬如說2046 對 即是大家知道 2046 2047 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時間點 OK 如果你不知道 看看有沒有人 在評論區 說到是 什麼的時間點 好 Anyways 那 還有 這裡 即是 將會突破20篇的內容 如果 發作音檔 例如說 放在YouTube 我肯定會超過 5個小時 接近6個小時 但是 這裡有一個好處 如果在Patreon 有一個好處 就是 因為它全部都是文字 可以供大家 更快速的閱覽 以及 中間沒有了一些 YouTube的廣告 所以 如果你一向是 Patreon的會員 就會知道 有多好處 Anyways 言歸正傳 那 即是說回香港樓市及經濟展望之我見的特輯 我都說了 中集會有兩部分 至於下集 就是會由純原學出發 再沒有一些普通香港市民都可以作出的觀察 評論 就會由純原學去針對全球經濟模式的轉型 去做一些原學的批示 雖然我是說全球經濟模式 但是它對香港的勞動板塊 會特別應驗 因為根據那個星象 它跟香港的本命盤 BIRTH CHART 形成的CHEMISTRY 是 重到一粒一粒是100% FIT到漏油 但至於下集 就只會放在Patreon 作為會員朋友們的獨家專項福利 喂 香港現在古樓齊塌塌塌塌塌 究竟是甚麼事 恆子的表現就有目共睹 它真是世界冠軍 是包尾 即是倒磚頭的冠軍 話說它year-to-date的表現 簡直是可以跑輸一些第三世界 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股市表現 你說這下是不是真的厲害 現在還說要去改革創業版 為甚麼呢 因為它的交易量是清零 水淨鵝飛 很久以來都是零上市 沒有動靜 由高峰一路跌跌跌跌跌跌跌到 即是跌了起碼99% 剩下現在二十多點 樓市就更加不用說了 所以我就覺得 兩大香港人隱以為傲的項目 以及隱以為傲的項目 以及隱以為傲的項目 都倒閉了 搞到這麼慘淡 你說怎麼辦呢 還有不止的 我們看看一些新興的版塊 Crypto JPEG 這件事就 多謝那些笨蛋就搞成這樣 我真的覺得香港就玩完了 因為你真心問一下自己 現在還有甚麼行業做得好呢 可能是社福界 因為八行八業都這麼蕭條 你就唯有向社福界去問他們 拿福利資源 找他們去輔導 可能社福界會比較忙 但我儘管做得好 Crypto始終是一個比較新興 不是那麼成熟的一個項目 都可能真的會令一些騙徒有機可成 但你想想 數碼說 整班專業人士IT佬 都可以被黑客入侵 還有不止的 銷唯會都被黑客入侵了 令到政府現在在吹風 說這些事件敲響景中 讓我們去研究 訂立網絡安全法 老實說 我覺得 藉著黑客去說網絡安全法 其實是考納明目的 我覺得他會跟國安 23條 議事創作 那些事情 拉上邊 因為他現在出師有名 那你搞得網絡安全法 一不離二不離三 那你就順便去禁止那些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但是呢 中共整個香港的一些經濟命脈 最令我慘不忍睹的一件很特殊的事情 就是他們大挪大鼓 說要搞夜市 搞這些非常草根的經濟 認真的 其實你都未去搞起這些新興的事情 我不是說香港本身沒有夜經濟 當然本身也有 但是 那個比重 我覺得 不是那個重點 你明白嗎 你說現在要去 搞起這個新的 所謂新的夜經濟 那不如你想想一些 舊的生意先 為何你會令到一些舊的生意去蓋期 或者一些日經濟 始終這個世界上 你日經濟一定是 比夜經濟更重要 晚上通常人們睡覺 好了 你竟然令到 入經濟蓋期 這下才白癡 你看看 觀塘落陀七風波 又說光榮米線圍契 不讓人做生意了 大哥 你給一些星斗市民去戶口 以及一石擊起千蟲爛 搞到你其他 落陀七的 觀塘區的 很多工廈的餐廳 都叫做韓善效應 人人之危 搞到人家都 中文叫什麼 找得飽不餐吃 我忘記了廣東話 叫什麼 得飽不招吃 類似那些 總之很擔心秀派 都吃不安樂 對 你這一邊商就說要搞那個經濟 另一邊商就要把人有拉有鎖 你是否完全智商矛盾 還有說真的 你要有一個很少 就算不是零的野經濟 你要變得很多 其實是否難過 你維持一個本身已經存在的 很大的一個巨大的日經濟產業 還有不止落陀七的 南區 充滿文化特色的 香港仔天光虛 那些虛犯竟然收到 食環署的告票 因為食環說 你們要出售餘類 要有牌照 大哥 其實中國前總理李克強 那時候說要去 震興地攤經濟 喂 連深圳 我們香港人一般 都充滿 對深圳充滿其次的這個城市 連他們那些粗暴的城管 都叫做真是 隻眼胎吃眼閉 去配合這個地攤經濟 但是相反 我們香港人 經常自許很精明 充滿彈性 你現在說那些 天光虛的虛犯 無牌經營 要人家即日內 結束營業 你是不是非常之 沒有人情味 以及不人性化 這回事 有時候法律 法律就是法律 不跟你說人情 但是 你都要有人性化 在現在這個八行八業都 慘淡蕭條的景氣之下 你要別人這樣去 蓋檔 還有別人不是做什麼 作奸犯貨的事情 要論作奸犯貨 我們都不夠 某些沒有紀律部隊那麼厲害 還有說真的 如果文化是很正確的 其實它才會吸引到旅客 所以我覺得你去搞一個旅遊業 你一定要懂得去 改善那個存在的特色 那個本身你已經有的亮點 你這樣去搞旅遊業才會更加有效 而不是說去迎合別人 網絡經常盛傳有一個 人生根據的東西 就說什麼呢 你不要去種草 不是不是 對不起 你不要去追一匹馬 你要花你的時間 精神心機在你門前面種草 因為當你的草種得很美 很肥美的時候 馬就自然會走過來吃你的草 看來這個用語通常就是比喻人的價值 叫你不要去追男仔 或者你不要求別人去喜歡你 你去強大自己 別人就自然會喜歡你 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放回旅遊這裏 你用你自身的魅力去吸引那些旅客 你只是在這裡迎合他們 他們想怎樣 就怎樣 你都不保留自己的特色 你這樣就死定了 這樣就很無效 而且不是靠你去延長商場的營業時間 說真的 你全世界都有購物 還有那些連鎖店 你不是香港特色小店 在購物店裡 是甚麼 LV Gucci 你其他地方沒有LV Gucci嗎 說真的 我不覺得你香港的LV Gucci 會比其他地方的某些套路 說真的 我要正確的話 我直接去意大利去法國 我為甚麼要來香港 買你一個不是特別便宜很多的LV Gucci 好嗎 還有 不單是要求商場延長開放的措施 其實在經濟方面我真的覺得它不太合理 它在環保方面也有一個非常嚴重的效果 首先 你逼別人去延長關門時間 其實說真的 如果人家本身生意好的話 我需要你指展點點 我自己都懂得去延長 有幾天可以幾天 但我一直在坐冷板椅子 你死都要我去打開門 其實我是浪費很多燈油火納的 非常浪費地球資源 還有你也是浪費OT的工資 公司會增加成本 還有說真的 員工也想下班 你不應該這樣去逼人 所以我覺得政府想這些政策 是非常之 在上層的象牙塔裏去虛構這些事情 但它都沒有真的去想想實質應用 好嗎 然後呢 說回夜市這裡 不過夜市這裡 它有些事情挺驚訝到我 因為一開始我就覺得 最終夜市還要收拾消防衛生很緊 但其實它沒有想像中管那麼嚴 當然我們仍然都知道它不可以用明火 但是特別是 例如我本身我覺得 它一定是用很多很煩的規條 然後還很貴 所以最後差贏 我那時候看死一定是大集團 美心的 就像那些美食車一樣 但我覺得老老實實的 港府都有一件事是挺抵賺 就是例如灣仔海濱那些市集 它是發展局說是免租 以及提供場地設施給你 不收租和不收其他費用 我覺得這下都 至少有點良心 但是最最後 我又覺得呢 政府的表現都是不會令人失望的 那就是說什麼呢 那些當主最後都是被困 就是不讓你 節日又要封了 又要你早收 然後還搞到停碟 所以最後這些 就是非常白癡 還有當然我覺得 有些當主自己都很抵達 完全不知之外 那就開天煞覺 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那個幾十元才有幾粒燒賣 然後他還很臭串 還說我們燒賣不是主角 燒賣只是配料配菜 我們的主角只是避免什麼辣油 就是這個 就是你搞臭了自己 做壞了自己的肚子 當然在香港人 我們明眼人 我們看到你什麼葫蘆 賣什麼藥 但是如果是一些外人 真的有旅客 或者這裡有些 他們真的不知道 哇覺得你香港的東西這麼貴 那你就去搞到大家都一起沉船 OK 好了 但是說完這些execution的東西 我也想說一說 其實夜經濟這個concept 或者夜市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一個偽命題來的 所以你不斷在上面 在那裡 就是沒有民動物 只會得到很多偽答案 因為說真的 喂你香港 你為什麼變得這麼貴 夜市可以舊時嗎 香港我們一向是最出名的 不是最出名 即是三大的 喂金融公司 紐倫港 我們從來是靠什麼 是靠外來的資金 是嗎 融資啊 跟著我們去收很多 一些專業人士的費用 是嗎 是嗎 還有中轉口 喂你想想 攜充貨櫃碼頭 在疫情是世界第一的 那些貨櫃的交易量 你想想 香港這個彈圓之地 我們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其實是幾巴之幣 跟著 一些國際資本 自由的流動進出 當然也要有完善的法治 才可以保證到這些資金 甚至是人身安全 但是現在沒有了 還說要去搞夜市 你只會令到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變成一個國際金融為止 跟著你還整天在幻想自己 東方之珠 不夜城 你的思想不要停留在97年東方之珠 其實這下代表了 你再沒有套路 你 你 拼牢既窮 這件事真的非常引人發笑 我香港人笑回你 這個香港政府也算 但我覺得這件事 看在其他亞洲 其他的巨龍 四小龍 我覺得別人去笑回香港 其實我作為香港人 我會感到非常可恥 你還在賣魚豆賣腸粉 而且說真的 我要吃你夜市 夜市當然要便宜漂亮 我去泰國不好 我去台灣不好 說真的我現在去泰國 我真的發現 當然我知道香港有租的成本 神經病 你知不知道原來在泰國 是可以15-16港幣 都不用吃到海南雞飯 然後還是好吃 對 你香港怎麼去做到呢 我再說一次 我當然明白香港本身有租貴的處境 但是 旅客不會理會 你哪裏紫水低 你就湧過去 而且 台灣 泰國 這些地方 他們的夜市已經這麼蓬勃 你香港的夜市 你怎麼跟別人去比 這個不是香港你的階段 我不是說你差 做人不可以妄持誹謊 我作為香港人 我有一些地方都很自豪 我都有一些民族優越感 你可以有好的地方 香港夜市都可以有好的地方 但你要認清 你不夠別人好 是不夠別人鬥 你沒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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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吸不到旅客 但是 如果你要反駁 我們不是想吸你 我是想針對我們本地的民主 我想去激活本地消費 其實這個是一個更加笨實的想法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 叫做什麼 唐水滾唐魚 內循環的封閉思想 大哥 這個地方你要激活他的經濟 不是自己人幫自己人在圍圍圍 而是要外置 講起唐水滾唐魚 我想起最近香港 又在香港 有一宗很慘烈的新聞 說早前是郵輪碼頭 有些什麼郵船 就是郵輪底港 那些的士司機 老年這麼遠 駕到進去 以為可以接到郵客 但是不知道 郵輪公司還是巴士公司 或者他們聯手 竟然安排了免費巴士 那你等於與民真理 與的士司機真理 雖然有時這個世界有些的士狗 有些市民看得都很心涼 但是你這刻還沒蠢 如果你有免費出土 那別人一定答免費出土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為什麼又要叫那些司機進去 浪費人家有錢 浪費人家時間 好 但是我講回最一學眼淚的事情 有關群水滾唐魚 就是說 那些旅客出來 入境的店 就有很多小攤檔 那些什麼香港特色小攤檔 可能我買一下 這裡是賣瓦仔糕 這裡賣什麼蘿蔔豬皮 然後這裡又找一些本地漫畫家 幫你去畫一些小漫畫 但是那些旅客是你都沒有理 很快就走了 或者可能有幾個停留去買了十多元 然後最後呢 是這些當主互相圍爐取亂 這個豬皮板就幫漫畫家 你幫我畫一幅畫 好 給你100元 然後你又幫我買一下豬皮 不要等我最後 晚上整盤豬皮要扔掉它 是不是很一喝眼淚 你搞完整天等於你都沒有賺過錢 那還有 我們再退一步 糖水滾糖魚 但是現在香港哪有魚 你看一下玫瑰桿和根德元事件 這些傳統的名校 這麼厲害的名校都要倒閉 那些網民更搞笑 在這裡玩那個鞋音色字 玫瑰桿真是乾 G-O-N-E英文 即是拜拜 根德就完了 玩完那個完了 因為現在政府他們都承認了 你起碼有超過20萬的中產 即是梁志堅 中產 或者甚至是更加上階層的移民 所以你這個所謂的夜市經濟 是完全杯水車身 或者杯水都不夠 是滴水車身 一滴的水 水蒸汽車身 你怎麼可以去分清這個經濟呢 當然啦 香港現在的下場這麼慘淡 和以下這回事不無關係 就是說過去香港的經濟體 乃大陸乃得太過開心 太過順風順水 那個依賴性太強 但是忘記了這個其實是一個 萬聖的唐乙毒藥 是刀頭之物 你不斷在那裡乃 怎知道乃到自己的舌頭都出血了 其實有關阿爺的水喉 和香港的經濟關係 我在Patreon 早前那個董經偉系列 有一年五輯啊六輯啊 是有解釋過的 長城朋友們可以去那裡去重溫 還有在董經偉系列 我是免費公開去 否釋了去開股 究竟黑套走入青龍月 這七個字是什麼意思 就是從那個推背圖 現在的人都經常在說 黑套走入青龍月 是不是純粹2023日24 就是由這個貴卯年 入甲神年 是不是純粹這樣去解釋呢 原來新人簽聲都可以 去規探到一個端藝 通通我在董經偉系列都說了 那 你們看新聞都可以知道 中資他現在自己都不夠水 接著那些青年失業率 慘到他們都不敢再公佈 很多人都在那裡躺平 那些最新一期的經濟數據 都顯示他們主要的那些 就是基本動能 是全部都關掉了 那接下來不會再 可以有一些很奇蹟的 一些經濟軌跡 是可以去出現到 說真的 大陸經常發生什麼事 在我們縱觀歷史 香港都會成為它的一個 避風堂 是不是很多人都會走來香港 當然他們經常走來去買樓 賺到那些樓跪了 但是 例如他們經常下來去買保險 這些是他們走資的一些方法 但是其實 現在連這些事情 他們都再做不到 不單是因為他們開始有更加 嚴格的 政治的規管 資金的管制 但是你只看回 我不說政治 你只看回他們的經濟模式 現在大陸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們有這些 真的沒有危機 他們的房地產 恆大那些 很多地方政府都 破產 或者面臨破產 他們現在只能夠把人民幣貶值 直以去增加出口的競爭力 希望去減低債務 或者叫做稀息債務 但是也都因此 香港 就是我們那個 港元的價值還沒有 感受到 他們去貶值 我們還沒有升值 所以為什麼這裡的 資產價格 那個回報 就沒有以前那麼少 也都解釋了為什麼 現在那些小粉紅 經常說香港那些這麼貴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 人民幣對我們 他們會虧了張 還有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多 不想消費 最近鬧到熱烘烘 因為他們的資產 對我們而言是更加便宜 所以這裡其實又是一個打擊 已經不再是一個政治 或者是一個民族意識的 propaganda 那些人經常都 說不說其不其事 而是真的我們說錢 說數字 香港對他們的吸引力 是大大的減低 還有你看一下 他們這陣子 如果真的下來那些小粉紅 那些十一 那時候他們下來玩 或者早陣子他們經常在 什麼小紅書那裡 去講那些教路香港 去拿什麼好處 他們經常都說什麼 深度有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不肯花錢 車都不肯搭 永遠去走路 跟著東西都不肯去 食肆消費 寧願去超市 賣一些便宜的東西 或者有一個更厲害 他教你不用在香港 我在網上 大概勒過一個這樣的片段 他教你不用在香港 住宿 因為他說香港的 適合很貴 就算酒店可能便宜的兩星 可能一晚都動接 可能要六七百元 譬如他們教他們晚上去行商場 看什麼紙夜場 去哪裡吃宵夜 去捱通頂 連住宿都節省 他們是教他們的同伴下來 不用花錢 我們常常乖慣了中資 在這個趨勢之下 我們又怎麼會去復活呢 近來好像聽到好灰 是不是 但在這裏 我可以根據西洋尖星的聲像 給大家一個好消息 不過說明是可以的 就是說 如果想出現小洋窗 香港的經濟 不過特別是 應該是樓市 對 樓市 可能是樓市和股都有點關係 也就是地產股 總之是這些財產的東西 財財的東西 有些小洋春根據那個聲像 聽說最早最早都要等到去 明年二零二四的五一勞動節 起了 然後如果可以吃著勢慢慢去上去的話 希望直接去 入到香港生日 就開始 可以去 叫做去起頭 這個五一勞動節 不是因為他們五一黃金州 他們下來去旅行去支持你香港 我不是說是否有旅客進來 但總之那個聲像的限期 就是你容易些記 就當五一勞動開始 希望最早那時候開始 但也不要太遲了 因為有些事情要慢慢去儲存能量 然後如果可以繼續去順著調戲 希望香港生日賣 那個狀況沒有那麼慘烈 但我想跟大家說 拜託你不要危險 好似我當你賣樓 你要賣的 你不要駁我剛剛說這個 可能小洋春的時期 你真的賣到的話 拜託你現在好賣 因為你有沒有看我 這條片的底圖 我那些客人都說 他們最早 因為說真的 我全部這些語言的東西 我最早2019、2020 已經做了 全球為人只需之道的三個語言 我一早說了 在去年2022年尾 直到今年2023 到今年2023 樓市那些全部都扑直 所以有緣人 而且一早很相信我 他們真的賣樓很安樂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到現在都還沒賣 你那時候還沒認識我 還沒有緣分 或者那時候不相信我 現在才相信我 現在不相信我 什麼都好 你都不要駁我剛剛說 我講明年2024 那個小陽春 因為我都說 那個是可能的 好像這樣 我一早 很久之前 全球為人那時候 已經預告了 會沉船 鐵達利沉船 OK 你肯去 早點去 找個救生艇去坐 你放棄那個 郵輪的舒服的豪華間 你相信我 真的鐵達利沉船 你早點爬上救生艇 你便安全 差不多這個時候 其實你只剩下一個門 木板 就是Rose Rose在上面的木板 那你有木門 你也好 是不是 還有 你寧願有木門 你也不要再浸下水 雖然我跟你說 有可能 小陽春 有可能 在半個小時之後 都會有少少 一個救生佛去洗過你 但是你現在有個木門 你就先拿到木門 你現在有得去 求生了 你不要嫌 有爛有梅 不要 我先浸一下冰水 我等之後有小陽春 等個救生佛 等個帥哥救生員來救我 你便傻了你 因為他是最早有機會 在五一勞動起 如果他沒有這個機會 或者他遲些開始 還有我真的 不知道政府不會聽到這裏的事情 如果我要搞他 五一勞動的時候 開始好搞 不要再等一個月 等到六月 因為這些能量 真的要慢慢儲 儲兩個月就差不多了 如果六七月才見到那些小陽春 這個陽春 春也有個抱 就是小陽春都變成未陽春 但是如果這些 連那個小陽春 即我當你六七月都沒有的話 唉 香港就真是回天佛術 我相信連神仙都不能幫香港去力玩狂難 其實一言以蔽之 香港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是官僚他們自我降格 自我閹割 不惜去放棄自己獨有的優勢 太過沉溺 太過傾斜在某一個方向 就自我催眠 中國好就香港好 香港好就中國好 什麼什麼什麼 OK 自願跳離開了國際的舞台 所以原本我們這個 真是國際級的大都會 現在就變成 日日斬人的那個 刀光見面的大都會 那就是和說真的 你看一下 現在 有幾多 還有幾多 就是拜愛國人 I mean Let's say 西方 鬼佬 鬼婆 你會不會覺得 那個 population是越來越少 是咯 因為說真的 如果我要 當然你說韓國 日本 台灣都是叫外國 但anyways 我現在想說 以西方世界為首的外國 OK 這些叫做自由民主的政治體 他們的企業 和他們的政府 他們經常都會憧憬 他們都很希望 香港如果可以作為中國 去面對這個自由世界的跳板 可以做一個平衡兩邊的主動 同時 香港又不需要有中國 那麼高壓的統治 其實香港還不可以 吃完兩邊的茶禮 很和味 就是 Enjoy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再說白一點 這些獨有的優勢 其實是 特別是法治 以及多元化自由 不同的聲音 對跨國的專業人士 商人這些 是非常之重要的 最近大家都看到 其實很多英美的律師 他們都說 不再做 國安也不侵他們玩 如果有國安的個案 基本上他們是叫做 逃離香港的 所以你想想 香港竟然是全球少數 不可以用CHATGBT的地區之一 即是我們已經是降格 變成了大灣區內一個普通的城市 南深圳 我們不再是國際金融中心 而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金融為止 在8月25日 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就出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 The world should study Chinese crushing of Hong Kong's freedoms 他第一句劈頭就說 Hong Kong'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relevant 即是在這個世界 是越來越無關痛樣 舉足輕重的相反是甚麼 對 無關痛樣 還有大家可以去看看 他這篇文章的插圖是甚麼意思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來女的味道 所以隨著外資不斷切出香港 香港的國際化 只會走向國際化的反面 即是內陸化 恨而我們比大陸還好少少 第一 我們還有 資金自由流動 沒有外匯管制 人生出入都 唉 很為三半 有時扣押你 第三就是還有一些網絡自由 創作自由 但我在這段影片的開頭都說 如果他們還要搞甚麼網絡安全法 還有說真的 律政司現在還不復 還不斷上訴說要禁制越明光 如果連最後這些法治可以保護我們的自由都沒有了 我覺得香港就真的很徹底會玩完了 所以作為一個正信任和尖爭司 我對香港的經濟 我有甚麼祝願 有甚麼意見 還有如果你還留在香港 我有甚麼提示給你呢 第一個我覺得要搞起經濟 不要再考慮夜市 其實是要從減稅那裡著手 或者去降低一些入場的門檻 無論是上市的門檻 例如說要改革創業版 你便會讓人更容易上市 或者讓人更容易做老闆去搞生意 當然要大幅去管制租金 是吧 還有那個BRV要便宜 不過BRV好像已經很便宜 甚至是免了 有時候有些人說 你那個租這麼貴 我做不成生意 就死了 是吧 其實是叫做Deregulation 透過減手續費 減稅去可以有這樣的作用 不過由尖聲去講 這件事就非常危險 因為接下來全世界會吃了一個雲 叫做引狼逆室 還有這個運在香港是吃得更加刑 所以這個減稅 減手續費 Deregulation 和引狼入室 在香港怎樣可以去對應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會想到 但是我在這個系列的下集 會放在Patreon 我會更加詳細去講 會更加深入去透視 怎樣為之引狼入室 是甚麼聲象 導致甚麼方便是引狼入室 很難讀這個字 引狼入室 OK 還有 如果你還留在香港 而對這個前景都覺得很灰 你想走 好 我勸你在2024年秋天之前走 這個是聲象的一個小提示 不過這個是一個非常保險的說法 因為它是否直接影響香港人的移民 還是它可以展現在香港這個城市的其他面貌呢 這個我還要研究一下 但如果你想玩安全的話 我就勸根據聲象 在2024日秋前 想離開香港的人 就快點找好新地方去拜拜 那還有 其實這條片已經很長了 我在下集也說了 我對一些未賣樓的人的忠告 OK 好 這個中集就差不多了 實在太長了 因為太長了